再看到日本政壇 新首相出炉 也象征台日关系开启新时代 石破帽当选为自民党党魁 日本媒体全都以头版来报道 而有媒体呼吁 石破帽应该继承过去安全保障路线 强化美日同盟 预防台湾有事 同时也放上他跟总统赖清德的合照 报道台湾的方面 在第一时间也表达祝贺之意 最新的消息 我们交给环宇的特派记者 声续号带我们关注 日本自民党的党魁选举正式的落幕 那么是由石破帽当选新任党魁 也代表他将成为日本下一届的新任首相 那么日本媒体包括报纸呢 各大报全部都是以头版的方式来报道这项消息 先来看到在早上产经新闻的部分呢 头版当然也是这项消息哦 照片是放上了这个石破帽在当选时候的瞬间 同时标题也写下了他在决选投票的时候 是逆转胜打败了高市早苗 另外也提及了接下来将会在10月1号来进行 新任的首相指名 并且最快可能在今年之内就会来解散国会 在产经新闻社论中也提及 继承过去的外交安保政策是很重要的 与其提出亚洲版北约这样耗时耗力的政策 不如专注于如何防止 眼前数年后可能发生的台湾有事 强化美日同盟的应对集合阻能力 此外陈金新闻也放上石破帽 在上个月访问台湾时与赖金德总统见面的合照 报道指出各国对石破帽当选后的反应 台湾方面赖总统和外交部表达祝贺 但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则召开记者会表示 坚决反对日本政治人物访问台湾 而独卖新闻则分析这次在决选投票 石破帽逆转胜打败高市早苗的关键 是反高市的票流向了他 虽然自民党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 把票贯到高市早苗身上 但是由于他在外交上保守派的强烈主张 让不少党内议员感到担忧 因此包括岸田文雄也指示 旧岸田派成员支持石破帽 第一轮支持小权进次郎的菅义 也在第二轮把票投给了石破帽 才让石破帽顺利出现 此外石破帽和高市早苗 两人在党内都可以算是单打独斗的姑鸟 两人能进入决选投票 也反映出派系政治的崩解 让地方党员的声音 更直接透过选票反映在选举结果上 欢迎讯息续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